今天上午公布的LPR利率可以说让很多的投资者失望 整个的资本市场也直接选择拥脚投票 一年期的利率维持在3.45% 五年期的是3.95% 可以说一年期的利率已经有接近于一年没有变化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表 LPR就是大家俗称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由选取的一定的银行数量最终加选平均数 可以说它反馈的是整个一个银行端对于市场的一个预期 可以这么说 现在的话普通人去存款 那么你存款的利率和你整个贷款的利率 这一定之间的稀差 可以说这就是大部分银行获取利润的空间 可是银行现在一直不愿意去降低它整个的利润空间 那么也就意味着就像大家的买房 你买的房你不给你降价 给你增长贷款的年限 对于普通人来说其实增加的更多的是负担 这也就是为什么房地产的市场 从5月份的刺激一直没有整个的一个复苏 还有就是4月份的这种汽车 无论是给你更多的贷款额度或者是更多的这种周期 还是让你很难去有冲动消费的一个欲望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体的市场 无论是今天的人民币汇率已经在岸的跌到了7.26 离岸的现在已经跌到7.28 甚至逼近于7.29 可以说人民币汇率已经达到了近半年以来的一个低点 真的 现在这个汇率如果未来再没有一定的旧市政策的话 很可能汇率会冲击到7.3 这种情况下会让更多的资金选择用脚投票 因为你国外的市场简直是持续的一直在上涨 而且整个的美债 可以说你所有的收益完全的都覆盖掉了你国内的这一个投资的机会 再有就是普通人可能愿意去买黄金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 或者是去存所谓的茅台 你会让整个的流动性 市场的流动性 也就是说下个月的涉容数据会更难看 然后我们也看到整体的CPI 大家明显的就可以查一下票价 或者查一下未来的生活成本 都在频繁的上涨 总会有一个方法 让你整个的一个数据变成通胀3% 这个真的是会实现的 所以说大家也不要去觉得抱有任何的希望 现在就决定到底应该去如何拯救这个市场 真的是很难 因为能躺着挣钱的人从来没想过要站着去挣钱 然后今天整个中国股票的市场 大家也可以看到 全天的话继续的去守卫3000点 可是这3000点明显就感觉已经守护不到了 就是保证不了 然后整个的市场只有1000家股票是上涨的 有超过4000多只股票 你可以说的好听叫做带涨 说的不好听 现在的话真的是很难去复苏 然后整体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除了LPR的利率 就是整个的一个 比如说再次的去尝试购买美债 然后呢 也再次的在二级市场购买中国的国债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10年期的债市利率 然后还有5年期的中国的债市利率 其实都是有轻微的变化的 再有呢 就是从整个的资本市场 大家可以看到石油 石油的话现在又重新站在了80美元一桶 其实对于整个的美国那边 美联储的降息也不会如大家所愿的 这种按定点按时的去降 很可能还会继续出现一些黑天鹅的事件 可能继续的会选择高息去吸血全球 如果他选择降息 你要考虑到 其实他选择的降息也就意味着 他美元的购买力会下降 这个是很难让他们接受的 就像现在的美国的通胀和整个的工资螺旋式的上涨 如果让他们的购买力继续的在上涨 就是继续的在下降 可能对于他们的冲击会更严重 然后呢会继续的去拖说 我们等在2%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很迫在眉睫了 如果在7月份8月份 再继续的没有一些可以增加活跃度的这一个东西 那么无论是从我们的涉容 还是从我们的CPS数据 完全的都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个 怎么说呢 进入到了一个池潭力 也就是说完全的泥泞住 这种情况下的话 会有更多的年轻人选择不结婚 或者是选择提前的还贷 然后让自己整个 让所有人的这种消费观完全的去转变 那么你再想去转变的话 就已经可以说是特别的难了